我还是可能一进来之后吧 我可能也是觉得 可能是觉得这屋里的 其实我也知道 男人他不可能守着他很干净 看一个家 可能看他的卫生间吧 我不喜欢这么评判别人 我就是不喜 就是觉得不舒服 那你能这么评判别人吗 说人家咋咋不好吗 我叫徐国华 你好 你好 严小丽 我就想拐 想了一下 还一般吧 因为我想象之中的好 你想象中啥啊 怎么我现在个高点的 瘦了点的 就是跟自己的心理的定位 有一点差距 什么差距 就感觉可能是 太大了一点了那感觉 身高都挺好的 形体也没问题 但是就是我感觉 有点老的 一见面两人都觉得 对方在演员上差了那么一点 在哄娘的劝说下啊 徐大哥也主动跟大姐介绍起了 她的个人情况 我自己自我介绍吧 我家是两个小孩儿 姑娘 我离一的 大的结婚了 小子今年年大学 在南京 大次 孩子都挺优秀的 大次 哥兄弟也吧 没有 就我哥一个 一个父亲 在罗夏祝 是不是还没像中啊 演员没过去啊 我就是 叔叔太大了 是不是这 这 像我叔叔大呀 很挺热情的 然后也看出来了 也很有诚意 然后通过烙壳 也很 也很实在 将来谁跟他生活在一起 应该可以 挺幸福的 我感觉是 但是就是 不太适合我 我没有什么想了解的 因为 不想了解的